黃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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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阿爸喀巴 我是來自馬來西亞的黃可欣 我今年二十四歲 目前是就讀台灣體大的運動世界管理措施二年級的研究生 那我今天會帶來的表演是舞蹈表演 然後是我自己自編的 因為我自己平時就是很喜歡跳舞 平時興趣其實也是很喜歡去挑戰各種的不同體育項目 所以就是也喜歡體育的話可以來跟我聊聊這樣子 那我今天選擇的那個歌曲呢是叫Baby Go 那為什麼我會選擇這首歌呢 因為此時刻的你們就是在見證Baby Go Let's Go Becoming WinStar 慢動作吹不上時間的節奏 別再做白月夢就自己想走 終於奧昂的看我帶你去東風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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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way那個她說了我什麼 不重要不用了她的心聲 No it's got me 世界真是這麼遼闊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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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hing can stop us my baby Just let a wink and wait No one will be left behind So get up, get up, get up Let's go Let's go Baby let's go Let's go Baby set and go I spread my wings to chase the stars I can do it with love to my face Let's go Ready set and go Let's go Baby let's go Let's go Ready set and go Let's go Ready set and go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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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聲給可欣 第一次表演了 舞台的部分 我們當然要邀請到了Nikey老師 好 可欣表現得非常好 然後我覺得可欣也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就是一個很純熟的表演者 然後尤其身為要參與啦啦隊的這個角色 就是帶動氣氛的那個表現 然後是發自內心很開心的那種感覺 可以感染到我們 然後我覺得真的很棒 謝謝老師 然後我看了你的那個就是字界很很 就是經驗非常豐富的舞台經驗 然後跳舞跳了14年 對嗎 對 然後同時還有非常非常多的體育項目很厲害 那我很好奇的就是想知道說 跳舞這麼久 跳舞這件事情對你來說最大 給你最大的改變或者是意義是什麼 應該說我小時候的時候 因為就是一開始就是先接觸民宿開始的 然後因為我以前就是比較常就是會生病 那自從接觸就是跟運動項目有相關的東西 之後我體能就是漸漸變好 那這個過程其實也是我成長 然後跟就是一直在告知自己說 你在這一個路上如果你想要成功想要改變 你一定就是要去突破各種的挑戰 所以其實我為什麼會從舞蹈 然後甚至去接觸各種的就是體育項目 就是去跨領域 其實也是為了讓我自己就是不停的去挑戰 不停的去改變我自己這樣子 很棒 好 那這個就跳舞這件事情 未來你自己想要達到的期許是什麼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編舞 就是我平時在家只要我聽到一個音樂或旋律 我就是會就是跟著音樂去搖擺 然後可能一個晚上突然間有一個靈感 然後我就會去去編排或之類的 然後有時候就是 欸如果我覺得這個我編得很不錯 然後教後可能課程思課之類的 我就會跟我的學生去做分享這樣子 好謝謝可欣 謝謝可欣 謝謝可欣也謝謝阿伯老師 下面一位